你好,你前面给我的你们办公室的电话,我们是打不通的 我们办公室应该是有人的 你给我的那个办公室现在打不通 我们就想请,我们现在想请问的就是 为什么到现在我们大厂镇的物资没有任何的一个发放 就是有什么原因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为什么 那么我想请问你,为什么你们公布在那个 网上的那个保障电话是被拉线的状态,永远打不通的 我也不知道 那么我想请问你们现在保,至于你们大厂镇 现在对于我们这一块的物资保障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我没法回答的 那么谁能回答我们,或者你们什么时候领导能主动回答 61671908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这个电话是被拉线的状态 我的那个给我的联系方式 只能就是给你们联系到这里 还有那个卫生防控是66508993 卫生防控是能打通的,物资保障是打不通的 你给我一个永远打不通的电话 我想问一下,小区里有很多孤独的老 我不是给你一个永远打不通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通 因为我们领导发下来的那个电话 只是只有这一个电话而已 那么我想问一下 你们现在你说的所谓的领导给你的联系方式 它是什么科室,什么级别 办公室呀 办公室是你比如说是什么科 物资保障还是什么 行政科呀 就是正政府办公室呀 那正政府办公室你说现在有领导 为什么我们打过去没有人接 那么我想请问 如果说你不方便公布这个领导的电话 你可以现在私下打个手机给他 你跟他说 你麻烦他坐在办公室电话前 我们现在打给他 我们有问题想反应 可以吗 这个好像 就是说他们应该是在的吧 我理解你不能把领导的手机公开给到我们 但是你肯定是有你们领导的电话的 现在我们联系不上 打坐机打不通 那么我们想请问 你希望你能私下跟他打一下 叫他坐在电话机前 我们现在联系他 我们有问题要希望他解决 希望他能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宝山区的物资发放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大厂证据我知道 因为我自己知道的了解 大厂证就像你们 那个刚才看到那个抖音一样的 应该是不发放物资的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昨天保利 据我了解大厂是没有的 大厂是没有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们有浦东的居民 浦东的朋友们 他们收到大礼包 上面印的是宝山区政府 你让我们作为宝山区大厂证的居民 是做何感想 同时你知道吗 前面两天你们搞的所谓居委 搞的200块钱团购的菜 跟人家浦东发的是免费的是一模一样 就我们不知道你们当中 是不是拿这个免费的物资 作为一个敛财的一个手段 但是我们现在不确定 所以我们不能这么说 但是我们当中也是会产生一定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你们的 上面所谓的行政科的领导 给予我们一个反馈 还有个办法 就是说你打12345 12345我们也反应了 反应过来所谓你们宝山区 给负责物资的一个部门 他的反应也是跟你一样 就是什么都没有解决 我们现在的要求很简单 我们也不想为难你 我们希望你用你们的联系方式 私人的形式 打给你们的领导 让他坐在电话机之前 接我们的电话 然后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我请问这可以吗 我办不到 这个有什么难处呢 你们现在是 我们的理解是 你们是在一个区域办公的 对不对 你有可能就是走上去 跟他讲一下 现在有群众要反应 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走上去跟他讲好以后 我明天就可以跟他拜拜了 那么我想请问 到底你们这政府 是为人民服务吗 这是为人民服务 做的一件好事 为什么你们现在是这样的反应 像我们很诧异 你去反应一下情况 让他坐在电话前门口接个电话 你就会没有工作 这多么可怕 你先听我说啊 如果说你对那个 正政府的那个 那个做法有意见 等这次疫情过后 过后之后 你到正政府来信房 行不行 你觉得你觉得信房有用吗 众弟 我就我就问你一句话 疫情都结束了 那么人家人家那些住在 人家住在那些小区的孤老 他们怎么吃饭呢 你们现在把所有的饿了吗 把美团 包括那些外卖 所有都暂停 不让他们配送 然后这里又不给居民发物资 那么我想请问 居民他有钱 他自己想解决 他能解决吗 对啊 我想帮他解决 我能解决吗 是不是啊 你能 你不能解决 但是我们现在要求很简单 不是要你解决 我们需要你们正政府出一个领导 他正面来回答我们 当前面所提的 领导那个话 不是放在那个走银上了吗 他不是说了很清楚了吗 对不对 我们现在要的 那兄弟是这样理解的 他当时发誓3月24号的事 现在的疫情 跟3月24号的疫情情况 是完全不同的 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情况 是比较严重的 他不能用3月24号的回复 回复现在的情况 这是不合适的 你懂吗 你们是什么小区啊 我们是我们是大厂镇 我不管我们是什么小区 整个大厂镇的居民 他们都是生活在你们 这个大厂镇的服务范围之内的 你们是需要给我们一个交代的 你如果真要找领导 你可以找你们那边的那个 居委属委书记 让他去联系 居委书记 他们是他们只是下面的传话的 你们上面怎么说 他们怎么做 他们没有权利的 我们现在知道的是 所有的物资都是由正政府来对接的 所以我们只有找你们 如果找居委会有用的话 我们不会现在直接跟你们来面对面 去谈这个问题 他们有联络人的 你直接找他们 好不好 不是 我现在 我就问你一句话 现在这个情况 我们政府所有的机关干部 现在都到基层去做联络人了 基层联络人 我们并没有看到你们所谓的那个余副镇长 那那么请 那你可以帮我查 那那你那你们内部 我可以理解为你们如果说按照你说的 全部都到基层去做联络员了 那么我们想请问 你们负责的这个余副镇长 他现在是在哪个街道 哪个街道做联络员 你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就打到这个街道去 我们去找他 这样就不为难你们了吧 兄弟你不要这样纠结了 不是 不是兄弟 这不是纠结 你懂吗 是你们现在在逃避 也绕不过来的 你懂我意思吧 你这个问话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们的问话 我们急诉求 你变成在你们这里没有任何意义 那么我想请问 你们大厂正的领导官位这么大吗 不是 你今天的 不是 不是官位大 你 你今天的诉求我也听懂了 很简单的 你要找余副镇 我跟你说 找 我这里转不过去 我只能给你那个办公室电话 办公室电话他不接 我们现在不是找 找你们的那个余副镇长 我们现在不是要找你们 我转 转不到来 那我们事实上让你们 那你让我想请问一句话 假如说你们今天政府自己有事情 你要找你们行政科的领导 你现在打他的座机打不通 你们还会怎么用什么办法去联系他呢 我 我找领导 对吧 我也会找领导 我只有领导会找我 我不会去 那你总有情况 现在有个情况让你去找领导 你找不到他的座机 那我想请问你会打他的手机吗 连这么小的一件事 在疫情当下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你们大厂商政府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做 那可想而知 你们当中的服务体系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你们对老百姓的生命是 真的是毫无不关心啊 如果你有生命问题 那我可以就是说我直接我上去找 因为是关心老百姓 你现在的生命问题很 我这个没办法上去跟他说的 你怎么没办法 现在很多老百姓家里输菜没有了 菜没有了 再下去就饿死了 饿死是不是生命的问题呢 很多老百姓我不知道 反正这个东西 你不知道我现在告诉你了呀 我们现在有需求 因为你把美团停了 把丁东停了 把河马 把斯安姆都停了 那我想请问 我们想自己解决 我有渠道去解决吗 我给你这个电话 61671908 我给你半个小时 你能打得通 让他打个电话给到我 不是 讲话要讲道理的 要凭良心的 你给我一个永远打不通的电话 你叫我怎么去打 怎么去联系 我也不知道这个保障部门在哪里 反正 那我跟你说 我教你一个办法 你干脆就把你现在大厂证 这个电话都拉掉 那这就没有人会再找你们了 疫情过后 你们说 疫情都结束了 没有你 没有你今天的诉求 我这里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就是连你 你连反馈 我们现在给你提要求 你连反馈都不会 跟你们上面领导去反馈 是这个意思吗 反馈 我可能 如果碰到他的话 我会反馈一下 碰到他 兄弟你讲这个话 现在这个什么时候了 你还可能 把这个情况碰到他 才会讲 你现在应该是主动上去 去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他 然后让他来给我们 给我们一个回复 这才是对老百姓负责的一个做法 你不要叹记 我们现在比你还要无奈 为什么我们 我们大厂证的政府领导 会是这个样子 我跟你说 我跟你这样说 如果说你要对物资需求的话 我不告诉你吗 我们余政在上面发言 就代表 我已经跟你讲了 这个是 会不会发物资 我也不知道 你拿3月24号的发言 来应对后面所有的疫情 你觉得这合适吗 当时上海是几个人 后面如果我们大厂证 需要觉得有必要发物资 那肯定会联系去 去里统一配发物资的 这我也决定不了 那就是你现在的回答 所有的回答 就是说你们这里 你也不会去汇报 然后你也解决不了 就让我们自身自灭 不是我不会去汇报 我汇报不了 兄弟 我这个 就是差好多呢 好那我 10万8千里 好那我现在 都比我大 那现在我们不说了 这个问题 我们也知道了 好吧 我们会上 我们刚刚 我跟你的这段对话 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录音 我们会反馈到有关部门的 再见 好的 好的 好的